我想說一個情況 很多時候在夫妻間會發生的 就是怎樣呢 因為有一方 當講到一些大家相處的問題 一些要處理的問題的時候 有一些不開心 另一個 就會不敢提出話說 他就會覺得 提出話說是很大件事 很恐怖的 結果是不會達到我想要的 一隻先 其中一位出來和我說 我就說出一個 有時為什麼夫妻之間會少溝通呢 因為有一方 有時不喜歡 那些情緒表現出來 他又覺得情緒是自然的 這個是真的 但是當我們不管你 我們每個人都有情緒 有什麼事情發生 一定有情緒反應 如果完全沒有情緒反應 即是人是沒有感覺 即是不是一個人 譬如來到車站 剛剛那個車就走了 你當然會不開心 你不會說 即是你不會在同一秒鐘 然後馬上說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一定會不開心 然後才告訴自己 沒有什麼 有些人處理得快 有些人處理得慢 問題是 有很多人覺得 我發脾氣是正常的 有情緒和發脾氣是兩件事 有情緒就是我當時的反應 我立刻不喜歡 但不喜歡 立刻知道 我和配偶發脾氣 結果是不好的 立刻知覺 他就會留意 我不要發脾氣 因為發脾氣 會破壞關係 也會批判他 他就怕以後和我溝通 這也是很多夫妻的情況 即是一方很害怕 變成了逃避 不想說 不想說就成為一種習慣 慢慢兩人成為墨路人 亦都不能夠有支持 我很喜歡我太太說的一句話 是三個字 不要緊 譬如有時我外出吃東西 掉了一些食物在衣服上 他就說不要緊 跟很多太太不同 我知道有些太太會說 長夫 你這麼順盡 你有沒有搞錯 那時候的後果 他就會害怕 他會害怕對方 對方好像有老虎 他不是老虎 只是輕微的情緒反應 令到他就覺得 不敢跟他說話 這個就是我太太其中的一個很好地方 另外就是 有時 我有時都會跟他說 我有些在事奉裡 我準備的行動 他又會給我一些意見 他很有分析能力 我很欣賞他的分析能力 他又給我一些意見 有時的意見我又會接受 有時我不接受 但他就會跟我說一句 他說不要緊 我告訴你 你自己決定就可以了 這件事是很好的 即是他很放手 但我知道有很多太太 就不是的 你不聽我說 你以後不要問我 你問我做甚麼 我問我說了 你又不聽 你不聽 你不聽我說 你不聽我說 才可以 這也是我們要留意 為甚麼男女之間 一個追一個走 就是因為以往發生的情緒 以及 覺得你要聽我說 你不聽我說 即是你跟我敵對 這樣的時候 就會造成懼怕 我們明白這件事 我們就要留意 亦有很多婚姻是這樣的 因為我曾經接觸過 一個婚姻輔導的牧師 他都說到 有些太太 是比較強勢 通常的丈夫就會很退後 不出聲 不說話 這種情況 都是一種可謂多見的情況 另一種就是 那些男人霸道 霸道控制性 亦都是一個 有些丈夫的情況 其實人之不同 各與其面 每一個婚姻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造成破壞 好了 現在我們去下一個 就是 如果大家看 WhatsApp 我傳給你 就是127頁 一本書一頁 這不是書 這是127張 slide 整合行為婚姻輔導 其實大家明白 這些婚姻輔導的方式是甚麼 這個婚姻輔導的最重點是甚麼 是接納 而接納的意思是甚麼 接納對方跟我不同 接納對方有時會不完美 接納對方有時 未必會合我的 合完我的心意 而接納是會 令到很多問題 不會那麼嚴重 那麼他又說出 為甚麼那麼多婚前婚後的分別 同樣的行為 為甚麼那麼大分別 太太對丈夫的觀感 婚前覺得她很穩重 婚後覺得她很固執 是因為她不接納她 在婚前的時候 因為接觸不多 但是當婚後的時候 開始有些看法 我想這樣改變 我想由一間屋由某個顏色 那位丈夫一定要某個顏色 那位太太要某個顏色 好了 所以婚前覺得她可靠 婚後覺得她頑固 之前覺得她有自信 但是後來覺得她很強制人 以前覺得她果斷 但是現在覺得她 控制欲強 以前覺得她有邏輯 但現在覺得她 這個不是相反 就好像她的歪理 覺得她歪理 以前覺得她有智慧 但現在覺得她自負 好了 丈夫對太太的觀感 以前覺得她很精彩 現在覺得她很瑣碎 暗暗沉沉 像媽媽一樣 以前很開心 以前很有魅力 現在只有表面 那時候我曾經輔導一對夫婦 那時候是教導 在一個教會裡面 我就教導夫妻相處 我就說有沒有一對夫婦出來 可以 就好像我之前那樣示範輔導 幫你處理一些問題 有對夫婦出來 他們就講到一個問題 太太就說丈夫經常遲到 就是說去街 又整來整去都不行 丈夫就反彈了 她說我們出門口 她又要油灰水 我問她油灰水是甚麼意思 是否化妝 我說是 你猜你說油灰水 對方有甚麼感覺 她知道 不過她這個口頭禪 說習慣了 太太當然不喜歡 以前覺得她化妝得很漂亮 現在覺得她油灰水 所以以前覺得她很有魅力 現在覺得她很表面 很貪美 以前覺得她無憂無慮 但現在覺得她不負責 多數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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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負責 不過也有些不負責 不肯煮飯 家人不理 以前很即興 現在很衝動 以前隨時可以去玩 很開心 以前是活潑的 但現在是情緒化的 以前是愛玩的 但現在就沒有自衛 這都是那個沒有接納 就變成了 將她醜化了 有時就 自己會不明白自己 為甚麼我以前會喜歡她 為甚麼現在這麼多問題 我以前也不覺得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任何人跟你一個人結婚 都會有這些 不過 我們總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時候 你見到她 你見到她很穩重 你覺得她很難推得她動 因為未結婚時 你不需要去推動她動 現在要推動她動 要叫她一起去做些事 她就很慢 就會覺得不明白 因為兩個人的性格不同 對某些人看重看輕 在未曾結婚的時候 她是甚麼性格都好像覺得 不要緊 但到結婚之後 覺得有問題 所以這就是一個接納的問題 很多時候不開心 是甚麼原因呢 一個就是因為猜疑 造成不協調 因為一個快一個慢 那就猜疑 分別了 於是就不協調 第二就是在過程中 她處理的過程 用了不好的方法 你經常都這麼遲到 經常都這麼久 等你等很久 處理方法 處理方法 其實很多人很自動 就是用一個鬧的方法 鬧的方法 結果是不好的 這些不好的方法 包括攻擊、投訴、強制對方 或者否認、逃避、淡發 第一個就是強制對方影響 第二個就是逃避 第三就是找聯盟幫自己 找了兒子 你看看 你看看 兩個人一起去說 你看看 連兒子都說你不行了 那就產生三種問題 互相逃避 互相攻擊 你追我走 這些都是一些 就是因為不接納 其實這些 輔導方式 我們把它混在一起 都可以用的 你可以自己設計一種方式 留心看每一種情況 然後把它放在一起 心裏面有了這些觀念 熟悉的時候 當你將來看到 一些人是這樣的情況 你就懂得知道 問題在哪裏 OK 衝突的形成 就是初步問題 初步有些衝突的內容 有些情緒 不良的解決方法 不好的解決方法是甚麼 罵他 小事化大事 逃避 結盟 跟另一個人一起對付他 埋怨否認 這些是處理方法 反作用的問題 就是反效果 就更加有更嚴重 還有一個新的問題 新的問題是甚麼 大家不在一起 厭煩對方 覺得對方消失更好 這種情況 其實可以說 很多夫妻都會有這種情況 有時那些男人走在一起 唉 她都是很麻煩 有時會生這些事情 那些太太走在一起 我相信更加多 說到她的丈夫怎樣不好 因為我自己親身經歷 我以前的太太 她會回來告訴我 有另一個太太告訴她 她的丈夫 摺衣服當然是反轉摺的 她又不喜歡 那就告訴我太太 以前的太太 其實有時走在一起 有些太太就會喜歡 說丈夫那些不好的事 其實就入了心 變成一種 總是對她的批判 就不會說 她這樣接就由她這樣接 又不死得 你可以跟她談 談好她就改 她談不成 就由她 其實全世界 那麼多人 都有各個人不同 各個人不同 我們希望兩個人結婚 一樣真的很難 例如有些很簡單 有些人習慣了晚上洗澡 有些人早上洗澡 有些就是清潔習慣 另一個很難接受 有很多日常生活的習慣 很難接受 就會造成一些衝突 我們怎樣去找一個 大家處理得不 即是不會在過程中不開心的 大家談好她 可以有方法的 那怎樣能夠接立 怎樣能夠接立對方跟自己不同 第一就是同理心 就是 她說這個其實 分享自己脆弱的感受 這件事其實是很特別的 這個技巧是很好的 意思是什麼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有時 看電影都會看過這種情況 有兩個人 是關係不好 然後有一個 他就說出他有時心的傷害 有時他心裡面 內心有些東西失落 另一個人 聽到他講 跟著跟他好起來 有些人很有趣 人很有趣 當有一個人肯說出他內心的脆弱 不開心的東西 不是對他 是自己的脆弱 自己的缺乏自信 我自己怎樣失望過 另一個人覺得他 你信任我做朋友呢 那個關係會變好 能夠分享自己脆弱的感受 我們不是故意說這件事 而是當我們有時有脆弱的感受 好像覺得我又失敗了 我又覺得不開心 當然有些人 完全是不明白這些道理的人 可以這樣說 說了你的 你經常都沒有自信 你做事這樣 哪有人喜歡你 那他以後都不會說 但有些人就會說 你跟我說內心的話 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 尤其是太太和丈夫很少說話 但他會說出內心的感覺 你真是欣賞一下他 真是好 今次跟我分享你的內心 我覺得非常之好 他就會覺得 關係就會改善 隨著一些硬性情緒的表達 萬聖情緒的表達就是發脾氣、激氣 而是用軟性的情感 即是我喜歡你跟我一起 我很開心 我不見到你 我又想念你 那些感覺就是軟性的 然後聯合抽離的意思是什麼 大家當是第三者看困難 當他好像困難是一個物體 譬如兩個 總是處理問題都不行 那你試下 當我們現在看到另一對夫婦 現在有這些問題 那我們會怎樣看呢 抽離 當是第三身 去看這件事情 當我們現在 有夫婦 另一對夫婦夾穴 他們兩個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會怎樣處理呢 第三個就是容忍 就是容忍對方和自己不同 接受他 不要緊 大家可以有分別 這個另一種方法是比較搞笑一些 就是 譬如 譬如 丈夫想太太明白 她的感受 那就扮 那個太太的表現 扮給她看 就知道是扮東西 就不生氣 你呀 整天都不聽話 整天去街 你做什麼 就是玩一下這樣的語氣 讓她明白到 暗暗沉沉的丈夫的感覺 就是用一種好像做戲的方式 去做給對方看 這個是一種的方式 另外就是 謝仙那種就是 假裝 這個就是扮演 其實兩個都有點相似 就是扮演 角色扮演 另外 另外一點就是關心自我 就是關心我們的感受 我們 有時有些人 他只是關心人 他不關心自己的感受 我有不開心的地方 我怎樣令到自己開心 這也是會 我容忍我接受對方 我會開心的 我亦都接受對方 能夠令他開心 OK 好 好 其實他基本上 他不是每一種方法都教了 他是介紹 讓大家知道 如果你想學習那種方法 你要買那張書 其實他很多時候是 描述另一個人所說的內容 如果你想要學習那張書 你可以買那張書 這個 情緒取向的婚姻輔導 這個也是很好的 是說到 怎樣 改變那種死板的相處模式 和情緒反應 這種模式認為 情緒大有關係行動的傾向 是人建立社交和給予情感連繫的訊息 訊號的基礎 就是說 情感是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只是夫妻的 甚麼都是 牧師和教友都是 教友和教友之間都是 如果每一次牧師看到教友 那些教友 每個人都目面 牧師也目面目面 那些教友看到對方 也是目面目面 可能大家都覺得 我們不知去了甚麼教會 覺得很沒有人情味 而夫妻那種感情 是會建立關係的 即是開心見到對方 譬如通常我太太回家的途中 她快要開車 她就告訴我 我快要開車回來了 我就會傳訊息 我正在等你回來 然後她就開車 她就開始打給我了 我也提醒她 小心 不要 你小心開車 我們在途中 我一直跟她聊天 有時不一定 不斷有話說的 不過 都是陪伴的 這個也是一個 總之我喜歡跟她在一起 她回來 她告訴我 一會兒 進入第二部升降機 我就會開門 等她回來 抱抱着他 疼抱�ause 抱拈ue 抱抱抱 抱抱抱抱拿手上了 这都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令它觉得我喜欢跟它一起 它终于喜欢跟我一起 反应是很好 有时我和他说一些好笑 他就好开心笑 很开心好像小孩那样笑 这都是我们之间的爱一流露 这种爱一流露 亦都是一方面我们自然 但另一方面我们都是刻意去保持的 因为是可以失去的 是可以慢慢觉得都不用这样 但是我们刻意 希望时时都保持这种开心的情况 我也都很深知一件事 如果我有一次伤他伤得很重 他以后可能完全没有这些反应 我不想他变成这样 如果他变成这样 我觉得很痛苦 因为我惯了他现在看到我这么开心 所以我又揭力保持 我也想大家留意 你与夫妻的关系或者与人的关系 是否如何保持到大家都很欢喜 有一种情感的反应 是大家都享受 大家都开心做人 还有一个支持 圣经都说二人同行 婚姻是二人同行 所以我们都是说 我们怎样成为同行者 一起面对困难 就不会那么容易打倒 是更加有力量的 这个就是婚姻的原因 那种人独居不好 所以情绪是带有关系行动的倾向 一个信息 情感的信息 情绪的重要性 就是运用得合逸的时候 是会能够帮助我们处理自己内心的问题 和人际的关系 那怎样有智慧 运用情绪 第一 情绪是书法者本身的一个讯号 是我们自己的自发的讯号 情绪是会影响人的行为的 就是他开心 他自然会笑 自然他身体会动得轻松一点 他紧张 自然的整个人 很紧张的 情绪反映人的关系 除了他的内心 也都反映了关系 情绪反映事情的进展 是不是符合人的期望 如果符合人的期望 人会开心的 情绪也是对别人的一个讯号 带出一个讯号 即使我都会这样说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分享讯息 尽量放多些感情下去 人听到觉得你有感情 他喜欢听很多 如果有人说话 经常都是这样 经常都说话 眼睫睫 说话就是一句句地说 并且有时有些人说讯息 句句都是同样的 同样的语气 没有什么感情的 那你听听一下 开始觉得很眼笨 这个都是我们 跟人沟通的时候 都是有感情 这样就对人发出的讯号 表达情绪是重要 但不一定要将错误纠正 即是说我们不一定要 整天都要改别人的 我们表达情绪 譬如有些东西我不喜欢 我并不一定要改 有些情况我们不一定要改 最重要是懂得如何回应这个讯号 即是我们这个慰心的感觉 我刚才说 糾正是什么意思呢 譬如有些奶奶看到个媳妇 煮饭等不合心水 她就很生气 想去改 一想去改 那后果是什么呢 那时候我看了一个很出名的 叫Dale Carnegie 大家不知道听过这个名字吗 是讲友谊的一个 写英文的一个作者 很出名的 他就说 如果你控制你的朋友 你会看到那些朋友离开你的 当一个人控制那些朋友的时候 朋友觉得压力 她就会离开 你想那些朋友 喜欢跟你在一起 你会令她觉得 她跟你在一起很开心 很自由 也应用在夫妻 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丈夫会逃避呢 因为觉得跟太太说话 她会不开心 她觉得我不能自由地说 她就会开始不敢说 那种不敢是一个很轻微的感觉 但她就觉得不那么舒畅 但跟外面那些几个男人说什么都行 她觉得很舒畅 分别就是自由和没有自由 我去过俄罗斯 我发现真是很奇怪的现象 在地铁里面 人们坐在一个位置 总之坐在那裡 是没有人说话的 我看到有时两三个人站在一起 又是不说话的 我不是说完全没有 是小到不得了 跟我们的地铁真的不同 香港的地铁有很多声音 他们也有很多人单独乘车 这个国家以往的历史 造成他们的人是没有什么感情 在他们面部、外面、行为都看得出 但去到旅游区又不同 旅游区那些是外国人 那些人就有反应 是正常的 但看到他们的那些本地人 就是好像机械人的感觉 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情况 是很多次的 不是一次 是很多车都是这样的人 然后有智慧地运用 如何回应自己 如何回应自己的信息 亦都回应别人的情感的信息 第八 《思想将情绪注入观点并赋予意义》 我们的思想就会将情绪 将它变为有意义 那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 有个爸爸很紧张 子女的事情 子女可以看成什么 你很控制我 但爸爸可以 他有这个意念 就是 我很关心你 但他如何表达很重要 我很关心你 你很宝贵 你很重要 所以我看到你有些事情 我会不开心 我希望你明白 我会不开心 因为我很关心你 但有些爸爸就不是的 我骂你也是想你好 那儿子是不会觉得他爱他 但用个表达方式 就是说 我真的很关心你 我看到有些事情 我是会很伤心的 我不开心的 这样的表达是会好些的 就是我们自己也都 我 为什么我会失望呢 因为我期望 我希望那些人更爱主 而他们不爱主 我很失望 我明白 因为我们的思想 是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是会影响我们的 对情绪的解释 如果一个人没有去分辨的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譬如很多人都跟我说 看见一个弟兄姊妹 没有反应 没有爱心 很失望 很觉得 都不知道怎么办 想放弃 那其实他的情绪 原因是什么 是他关心他们 不过他做不到 那时候他怎么调教呢 其实我是关心他们 不过他们不改变 所以我就不开心了 好了 那以后怎么处理呢 一个方法 就是以后都放弃 另一个方法 我会找方法 如何去改变他们 就是我们的思想 可以把我们的情绪 让我们的情绪 有一个意义 在里面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 有的情绪分辨了 譬如太太会紧张 丈夫发怂症 为什么呢 因为关心她 对她好 如果也不关心她 就不会怂症 那就变成一个正 一个好的意义 那就跟对方沟通 我有时会紧张 因为我关心你 我想我们的关系好些 那那个丈夫会舒服些 情绪也促进学习 学习 如何处理学习 如何有一些意义 情绪可以有意义 情绪是由处境引发 看到一件事发生 有个人发生 有个人说话 那就会从身体的感官得知 我们身体会有反应 譬如很兴奋 你里面想跳 血会沸腾 忧愁 整个人好像很重 很沉 身体会感觉到 身体的感觉 情绪会牵引我们的渴望和需要 我们会想得到什么 我们需要 朋友需要什么 又会令我们有行动 情绪带有关系行动的倾向 会影响我们的关系 四种情绪的反应 这个我们考试有的 这个问题 有效的基本情绪是什么 譬如老虎来 立刻怕 怕走 这个正确的 有效 有帮助的情绪反应 例如 很多事情做 会立刻 用尽一切精力 很紧张 快点做 这个是一个 直接的反应 是好的 当然 你一直下去不控制的时候 也可以变成乱了笼 但是它有一个反应 立刻要快点 例如考试 还有五分钟 快点 这个是一个 立刻有的情绪反应 无效的 基本情绪 是一种慢性恶劣的情绪 就是怎么样 是有些情绪 因为人会有些历史 所以有时会有些无效的情绪反应 就譬如说 很生气自己 很生气人 很怨恨 就是一些 没有帮助的 不是促使有什么行动的 譬如说 那位老虎 追求他 譬如那位老虎是他养大的 那位老虎现在追求他 哎呀 追求他都是我自己的内疚 如果那时候养的老虎 现在养大的老虎 现在养大的老虎 就变了一种怨恨在内 然后呢 然后呢 先看看 这个 其实这里 后面有提到次要的 敏感的情绪 情绪的过敏 或者防卫性的情绪 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就觉得 是 我做错了 他觉得是 自己很敏感 敏感 我做错了 我有些什么不好 我都是没有用 那种的情绪 就是对了 然后是基本上的情绪 由工具性的情绪 去什么呢 你看到孩子的哭是两种 一种即使虐 一种真的哭 一种就是 一种就是 那种就是 她的爸爸妈妈听她说 那些哭了 哭了很久 基本有效的情緒 譬如處境 得罪 他會生氣 生氣時就告訴他 需要有效的行動去保護自己 當然不代表他一直生氣 但他即時有反應 有人得罪他 罵他 你真笨 他立即會有一個反應 即是需要處理 當然有好的反應和不好的反應 有些情緒不代表一定有好反應 有些人有這個情緒可以有壞反應 有些人可能有好的反應 然後失效的反應 譬如他小時候受了傷害 現在的情況是甚麼呢 輔導員關心他 就啟動了他受弱的機制 被侵犯的可能性 基本反應是憤怒 但失效的行動就是他很生氣這個輔導員 他不想 他不想 不想輔導了 他想走了 那就變成了一個沒有效的 沒有幫助的反應 因為他本身 他有 他這個是學習回來的 學習不是讀書學回來的意思 而是他曾經經歷過 經歷過 而學到的東西 然後次要過敏的情緒反應 然後次要過敏的情緒反應 在這裏覺得自己 這裏其實他沒有 因為我現在把他書的東西寫出來 這個次要反應就是 次要的過敏就是向自己 生氣自己 即是說 有些損失的時候 他就會生氣 譬如被人偷了東西 都是我壞了 銀包放在那裏被人偷了 那心就很內疚 這個就是 分辨這幾樣東西 一個就是 下面我有講的 這個工具性就是利用對方 所以他叫做鱷魚類 其實他是鱷魚 不過他流眼淚 想令某個人做某一件事 這裏有幾種反應 基本的就是 不需要學習 是對處境的直接反應 是人自動的反應 有老虎來我們會走 很害怕 馬上走 第二就是失效 譬如會怨恨幫助的人 失望而想放棄 是一些沒有效的反應 第三就是過敏的反應 就是有個人想幫他 但他就很害怕 很害怕 其實那個人是想幫他的 但因為他 曾經被人傷害過 他覺得有個人走過來 他在想侵犯我 他就害怕了 是一種過敏 就是重要是過敏這個詞 這個是失效的 沒有效的 還有一個過敏的反應 然後最後就是工具性的反應 就是用來罵情緒來控制人 定義大家明白了 就是失效的 就是沒有效的 沒有用的情緒反應 是人會事蝕 也會有的 譬如說 要做一件事一起做 他忽然間覺得 那些人合作得好 不過我就合作不了 於是就會令到自己不想做 我想退後 他們這麼投入 我投入不了 我想走了 那樣 他就有一種 一種不開心 一種放棄 一種失效的情緒反應 那種反應不會幫他投入 是令他更加不投入 而另一個是過敏 因為曾經試過被人欺負 所以明明有個人走過來 他怕他欺負 有一種過敏的反應 那明白這幾樣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這麼容易受傷害 這麼難去幫他 因為他有這些過敏的反應 還有一些失效的反應 令到他們長期在情緒之中被控制 為自己他們說 是否被控制內也有任何人 恰果眼 都會被控制內 被控制內 故事 對 風趣 不是 這種事 這個 可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